大布里斯班区域内 南边如果你的预算 75万到150万澳币 还有什么选择呢 大家好 我是Alva 大家好 我是Kevin 对来自上海 来自山东 南边的话 我们所在这个区域附近 就很好选择 第一个区域 Annaly 你知道吗 对 Annaly其实还是挺有名的 因为它离市中心其实非常近 只有11公里 9分钟就到了 它其实跟我们 现在所在这个区 叫乌龙嘎巴非常近 这两个其实紧挨着吧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对 其实都在离市内城区的问题 Annaly现在的价格 你觉得75到150万 那到底多少钱 还有购 Annaly其实大概在120左右 你是有机会可以买到 因为它那边房子相对来说 还是蛮旧的 很多都是二战 那个时候不能拆的房子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 其实就是买一个location 我咋觉得这边房子 还挺便宜的呢 怎么南区天天都是超过150万 进CBD反而便宜呢 对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不能拆 所以还是有 稍微有一些影响 它的价格 好的 但是因为老外 如果是白人西人的话 他们比较prefer 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 去做renovation 就是重新装修 是的 看很多其实一线富人区 S code 或者Hamilton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不能拆的房子 但是大家去做一个翻新 对 是的 你像在乌龙嘎巴 有两个专家都提到乌龙嘎巴 乌龙嘎巴其实咱们很熟 但是过去历史可能不熟 你知道这是一个前期可能移民比较扎堆的地方 所以多元文化非常聚集 什么来自俄罗斯的来自这个东欧的那个教堂和移民都很多 你发现没这边 对 乌龙嘎巴从前其实是一个移民非常杂 然后民生其实说没有那么那么好的一个区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 现在这些杂志杂巴移民 其实已经慢慢地被赶到越更远的地方去了 对 然后还有个典型特征 乌龙嘎巴的warehouse特别多 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摄影棚 它其实就是一个warehouse 我印象还有一个最深刻的 就是我们当年卖公寓 旁边这个叫South City Square 开发商叫Peligano 意大利人 又是一个这个多元文化的代表 这个他们这个公寓非常有特色 我觉得在Vice Village之前 最大的一个社区型项目就是South City Square 它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咖啡店 现在是这个五星级酒店还正在开建中 然后当然也有我们的2032年 OVC的场馆 重点场馆之一就在乌龙嘎巴 那说到这两个区 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项目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政府重金打造的Cross River Rail 全长10.9公里的铁路升级 从Darton Park到Bornhill 然后中间有5.9公里的地下双线隧道 这个隧道预计是很快完成了 最早是在2026年第一季度 就可以给公众开放了 所以这么说上去还有三年时间 说短不短说快不快 对确实是终于赶上大城市的步伐 有自己的地铁了 对那下一个在南边75万澳币到150万澳币 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对华人朋友肯定都如泪灌耳了 就是Vice 对对 为啥不是Mansfield Vice因为有很多房子还是双学区 所以会更受欢迎 家长朋友就一听这个双学区都走不动路了 对那具体来讲 它那是100万出头还是75万真的能买到 其实它的跨度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从100到200其实你都有很多不同的房源适合你 看房子的橙色 还有看这个是不是单学区还是双学区 这都有讲究 Vice14公里14分钟 其实跟Roch的要差不多 但是这个社区我估计是应该是比较旧 对不对 年龄层也将对是中年人比较多 它上面写着中位数是39岁 然后都是家庭为主 对因为孩子都要上初中高中了嘛 所以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这个Support比较旧也是正常 因为它离Gang City很近 对 离商场近的区域肯定优先发展 对这个区非常有特色的啊 就是说整个昆州的这调研 我估计就是比如说IEA Search里面 相对于其他区 这个区被搜索的次数是昆士兰平均次数的2.5倍 真的是特别受欢迎 因为难去好学校还是比较稀缺 对 那旁边附近的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Mongravet East 这也是个学区啊 Mongravet East的话相比之下 就是它肯定不会像Wisha那样学区那么好了 但是呢 它离市中心还是非常近的 才9公里 Garden City那个Westfield更近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华人朋友 都开始注意到那个区了 是的 还有一些公共的东西啊 就是比如说公园很多 学校很好 这些区都紧挨着都不会差的 那还有一个 今天是唯一说的南边是属于Logan 一说到Logan大家住 哇塞治安不好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人不好 Logan Bogan 但是这个区就还不错 你猜一猜叫什么 S打头的 不会是Shiller Park 这里面推荐的是Shiller Park 倒是 对Shiller Park的话 因为Logan说治安不好 大家肯定会有这个sense 先路为主 其实治安不好 可能就是某几个个别的区域啊 那些是比较名声比较不好 但是它拉坏了整个Logan的整个reputation 还是会有不少区 它其实里面住的人都还蛮不错 那刚才说Shiller Park 什么Sherrywood 还有Daisy Hill 他们统一都在M1的东侧 然后靠近山啊 公园啊 湖啊 对 然后就是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他们那边 因为是一个考拉的保护区 所以如果要hiking 或者骑进行车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这个规定 不能带来 如果是家庭来讲 刚才非常适合这些地方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户外环境 另外啊 这个房价刚才在网上一查 差别非常大 最便宜的50万好像也可以买到 哪里 它因为那边也是层次不齐 有些大概400-500 但有些可能要两三千 也跟地的大小有关 跟房子的橙色有关 其实在100左右 你可以在Shillerwood 买到非常大的地 然后房子橙色也还OK 然后这个专家还评论 Considering the prices surrounding suburbs It would make sense to invest here Surrounding area 就指我们华人区外 Rochetal Sunnyban Sunnyban Hill 所以说这个区 确实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啊 记得点赞收藏家关注 扫码添加我